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草莓姐姐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芭比宝贝 那今天呀,草莓姐姐要和芭比宝贝一起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它的名字叫做小熊平衡 好,那现在呀,我们一起来把它打开 哇,我们可以看见里面有一个什么呀 站在这个是翘翘板上的小熊啊 和好多小的圆柱形的木头 我们把它都拿出来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面有一个小闪子 那,我现在要跟芭比宝贝比赛啦 我们两个一人制一次 然后把这些圆木摆在上面啊 那,我先来一次 哎,啊,是红色的 那我挑一个 这个红色的摆在上面 嗯,摆在哪里呢 好,我现在要把这个红色的放在这里 好,那该我们的芭比宝贝了 我们来扔一下骰子 嘿 啊,你的也是红色的 那我们要让这个小熊平衡啊 那你来挑一个吧 你说你应该摆哪个呀 哦,这个对不对 好,那你再把这个放上面 嗯,那成功啦 好,大概草莓解解了 嘿 嗯,还是 这是橘色的 那,我把它摆在这个上面 啊,我们的小熊没有动啊 那我们的芭比宝贝来吧 嘿 是黄色的 那你想摆哪一个 嗯,你想摆这个 大的 好 那我们上面可以帮你把大的摆上 会造成什么样的变化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小熊熊一点 像这边倾斜了 那,点草莓解解了 哦,是 红色的 那我们要摆这个 嗯 好,看你了 我看我们两个谁能赢啊 谁的重量新品最大 嗯,这个颜色 上面 哇,我们可以看见啊 我们两个人都有三个了啊 那,又给草莓解解了 没有其他的颜色吗 啊,是蓝色的 那我要赢 我要摆一个超大的 哇,小熊还没有动啊 没有动太大 那宝贝宝贝来 OK 啊,又是红色的 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红色的 就是一个了啊 那,这个红色的摆在这里 啊,小熊还是没有动啊 那如果我再制到别的颜色 我就放一个非常大的 嗯,是这个颜色 可是这个颜色没有了 我要再转一次 啊,是绿色 然后我挑一个最大的 放在这里 哇,成功了 那,芭比宝贝 嗯 啊,芭比宝贝的是 黄色的 嗯,我想选一个 小的 嗯,那你小你选一个小的 来,把它放在下面吧 成功了啊 那,现在啊 我们一二三四五 芭比宝贝有五个 草莓姐姐有五个 那现在 我们转一次 摆两个好不好 啊,转一个颜色啊 摆两个 啊,红色的没有了 再转一次 啊,绿色的两个 我挑两个最粗的 放在上面 看谁都不会掉啊 哎 这个啊 放在这里吧 啊,小生 我们要再晃动啊 大概芭比宝贝的啦 啊,你的也是绿色的 那你就是一个了呀 你就放一个吧 放在这里 好 啊,是什么 蓝色的 那这回我要放三个 看看它会不会掉呢 哇,草莓姐姐好像要输呀 摆住了 啊,我输掉了 那芭比宝贝怎么样啊 成功的 让它没有掉啊 那我们再来一次 看看谁的 能摆到最高 该,把这宝贝了 啊,绿色的没有了 啊,还有一个 绿色的 放在这里 该我了 嗯,可是红色的这个没有了 那我就不能摆了 那就让你转一次吧 啊,紫色的 那把你的这个紫色的放在这里 该我了 啊,红色的 啊,红色的 成功 啊,就剩这一个了 如果谁成功转到黄色的了 就把它摆上面 好不好 嗯 好 啊,我的不是 该宝贝宝贝啦 嗯,也不是 那我们一起来数一下啊 看一看我们这个一共 每个人分别都有 再见 呀 ee"; 呀 yo 呀 呀 yo 呀 y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MING PAO TORONTO